星期六晚在旺角場上演的竹總盃八場賽事 由傑子對著深水埗 由於傑子曾經在聯賽中贏過深水埗10比0 所以一般估計這場球傑子可以輕鬆破關 但是踢落就回頭到胡視光 而至第一個攻勢 基頓摘位起腳 被今場正選上陣的大庭康拍出 年輕人今場的表演的確非常不錯 轉頭又是自己一次攻勢 基頓放長傳入禁區 單一路想頂 但是被對方使提勳力壓下頂不中目標 朱射踢落就發現有多對勞 這邊的深水埗有一個直射的機會 其實黨威扯過去也夠厲害 但是角度差了一點點 被保羅商場打出 再保射就沒什麼力度沒什麼威脅了 加洛sir看到球隊其實上半場的表現不錯 可能會去到頂安 這下查理史國的一個犯規 搏到罰球 但是應該周家洛吃的球就不能吃得太多 去到42分鐘 雙方球員都被這一下攔截一陣 停下來球彈到遠處 他在單一路上 你讓他進入禁區 基本上實成很癡癌 42分鐘 單一路上為截止打破門局 領先1比0 這也是上半場的比數 想不到上半場守得這麼好 下半場出來 47分鐘 就被潘佩軒近門無人看管之下頂入 看見斯頓芬也很生氣 角頭斬過去 簡單的戰術 前處一線 就失了位 所以被拱兵門前的潘佩軒輕鬆領入 之前很難知能進入球的深水埗 這場球竟然向52分鐘 由來日以領入一球 雖然不只是破彈 但是進入結智球 深水埗的球員都變得很興奮 大陸祥當然也很滿意 還有入場董場的街坊球迷 但是始終 埋門的把握還是高一點 71分鐘 那飛蘭島接用基爾頓里下妙傳 安開了 就算大平康多好伸手也沒有擺 謝遠處 就贏到3比1 之後呢 攻勢呢 自己都按住來砌 現在呢 查理史戴 禁區內一控一拉 不就不在目標而已 凍凍地呢 適合查理史戴 去到保持階段 然後 基爾頓呢 這下呢 你見到他呢 射球不用大力 這下呢 好有丹欣勞的勇姿 在禁區內 一擺 對方球員一跌 就送入空門了 結果 傑子呢 以4比1 洪派了深水埗 殺入4局